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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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你们家看我家里 湖北黄梅县7月暴雨成灾 造成乡村许多困难家庭 生活无以为继 武汉集职工灾后多次攀在关怀 最近更深入每个家户 拜访青海学子 今天为了职业的一个调查 我们会把资料前在职务 就跟着家庭的经济情况来评估 我们的屏幕上面就会有证件 旺江村的田家 兄弟几家人都住在祖屋里 田超的父亲因为残疾 负担不起两个孩子的学费 志工和村干部给予鼓励 心开心了 你的怀孕就好美 那我们刚才来看着你好高兴 所以我们说这里好凉快 对吧 我说这个灶台好好 他说你现在比较困境 马上就会好了 是这个意思 一份爱 经过志工十多天的 逐步访试后 开学前也进行助学金的发放 受注的是黄梅县16个乡镇的 570位高中及大学的青海学子 感谢辞职 对我们那个贫困的帮助 那心里肯定是高兴的 以前就是单纯的想学医 现在就是学医过后 那个阿姨叫我就是 以后如果有机会加入在这里面 在发放仪式结束 志工关怀的脚步也走进助学生家中 沈家的女主人六年前因心脏病过世 瘦弱的沈爸爸父兼母职还要耕地 担子沉重 志工给予祝福 也要沈家小女儿把爱传出去 今天我们感受到爱 我们也要讲爱怎么样 要传出去好不好 让这个社会有爱的一个循环 一代一代的循环 对对对 爸爸说的太对了 要一代一代的循环 对 修裕表达情感的农村子弟 在志工的引导下 勇敢向父母表达感恩 让亲子关系更神文 大爱新闻 珍珊美志工 湖北综合报导 对对对